早上好老婆们 南包母早起带购麻团乌饭包油条 据当事人口述事发过程 行云流水眼花缭乱措手不及 加了咸蛋黄和肉松 让我浅恳一口 嚼尽五米搭配微甜麻团 收获碳水大满足 走 鸡蛋卡在半路上 你们看看我来吃 太聪明了 我们现在要去买茶盐 小盐 再去吃礼祭的牛肉锅贴 又又开始大排长龙 十五分钟就轮到我了 一次喝茶盐月色 怎么装作早就喝腻了的样子 来南京不能错过礼祭清真馆 牛肉锅贴让我见识一下你的厉害 这汁水超级多的 一种味道 煎炸金黄的外皮超级酥脆 搭配鲜嫩多汁的牛肉馅 还有点甜丝丝 牛肉煎包也是走一个双面煎制酥脆的路线 我干了你随意 一次见到半张脸大的煎包 一口下去香香甜甜的汤汁漫出了 浸透了鲜软的包子皮 最后一道牛肉馄饨也上了 一碗好多个 皮薄鲜足肉香十足 是很清淡的口味但很鲜 助于活猪子我火速尝试 从来没吃过非常好奇 查拨小猪一只 正片即将开始 留念一章 来买个鸡蛋汉堡 由于小时候爸妈不给零花钱 我的童年里并没有鸡蛋汉堡 好厚是一个 很肉很淡的 没有加面粉的 两块焦脆厚蛋 撒上孜然辣椒面 煮饼很鲜嫩 这里面的汁好多 缺点是容易吃太饱 这个肉吃的肉脂面 嫩嫩的感觉 下一站闪现度是梅花糕 鲜料好多我点了一个豆沙的 小拍一号 一口下去米香十足又黏又嫩 这个上面有好多小原子 跟在临海吃的发糕美花糕不一样 这个是烤超脆的皮薄线大陆线 豆沙线超级细腻一定要趁热吃 枝子生烟你别太好喝 点了个千里酥的外卖 来南京怎能不吃酱多多 虎皮蛋黄三明治绝了 超级沉甸甸一个 谈嫩虎皮蛋糕包裹软弄麻薯和肉松 还夹着一整颗咸蛋黄 先吃两口 结束奔向今日重头戏黑珍珠餐厅 让我尝尝你小子到底行不行 糖头很清爽 狮子头软糯入口即化 尝尝樱桃鹅干 谢谢 本次最佳菜品出现了私房小牛肉 真的一点都不难嚼 然后最觉得是 它这个外壳是那种 大得酥酥的感觉 嗯 超好吃 本次最期待菜品之日年糕烧蛋黄鱼 有股味道 有股仓酷味 火在细品 很像从那种去年收割的 装粮食的麻袋里面 泡出来的一块年糕 芝麻烂苦多 阳春面尚可 帮我试试这碗羊汁甘露 你怎么觉得它这个是 到了一种什么县城的浓缩之地 所以那种感觉 就是吃不出一种 现做的味道 都对感 哇不甜 南京之旅到此结束 散会